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妞好心分享食物,修杰凯的一句话太扎心了,贾静雯立刻帮忙原场。 妈妈是超人三热播之后,接下来就是每日的妈妈带娃迹了,也是大家备受关注的节目,正片里一般都不会播出的,在带娃迹里也可以看到妈妈们和萌娃们独特的相处方式。 贾静雯因为要带着两个宝贝,加上年纪又小,得到了节目组的允许,修杰凯这几期都是准时出现的。 这次也不例外的。 不不,因为年纪大点了,要送去幼儿园了,接下来的时间修杰凯和贾静雯两个人可以轻松搞定伯妞了,带着伯妞正准备外出家餐。 有修杰凯在,贾静雯真的要轻松多了,修杰凯负责开车了,贾静雯和波妞一起坐在后面,出发朝这早餐厅驶去。 这对夫妻也算是一对活宝了,和孩子相处的时光总是可以找到乐趣,就算是和不会说话的波妞也不列外了。 贾静雯对波妞说,臭姐姐去学校了,臭姐姐应该会很兴奋的。 修杰凯一边开车一边附和着,此时的波妞正拿着饼干吃得津津有味,但是还是听得懂妈妈在讲什么了。 看到波妞吃得那么起劲,贾静雯也是童心大发了,也想吃波妞手里的饼干。 波妞二话没说就把饼干递到了妈妈的嘴里,乐得贾静雯连声说谢谢。 修杰凯开着车,看到这一幕也想试着去让波妞给自己吃,爸爸也要。 波妞还真的不想给爸爸,仍然自己吃自己的。 加静雯打趣到两个女儿都不会跟她分享食物,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,还真的是这样的。 修杰凯连声说不不会的,但是还是不放弃再一次去要波妞给自己饼干。 波妞,给爸爸吃一口。 贾静雯和修杰凯都学着波妞说,好。 虽说波妞太小还不知道发生什么,步步大典应该是知道的,也会和爸爸分享的。 加静雯的教育方式是很好的,从小教会孩子去分享,包括食物,玩具等等,波妞在爸爸妈妈的引导下,也就答应给爸爸饼干了。 加静雯也赞播妞很会分享,只是接下来修杰凯的一句话扎心了,因为她觉得不好吃了。 言外之意就是因为不好吃,才给别人吃的,不是因为要分享才给你们吃的。 甲静雯立马反驳,乱讲。 虽说修杰凯立刻说,开玩笑了。 就这样,聪明的甲静雯帮助修杰凯打了圆场。 看来,甲静雯在二二方式上还是用心多了,也更了解孩子的心理。 原本天真无邪的波妞就是想着和大人分享的,并没有其他意思的,当然,我们大人也就不要站在大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了,孩子的世界很简单的,并没有那么复杂的。 感谢观看